各位觀眾朋友,現在來公布 墜雷約會地點1到5名 第五名是電影院 太令人跌破眼界,怎麼會是電影院呢? 原因就是女王友上面有說 因為在晴晴姐希望是量你口子的好日子 而不希望是在電影院裡面度過 因為很多人再加上現在有疫情 所以電影院確實沒那麼方便 所以會排在墜雷第五名 接著公布第四名 第四名是小吃攤 男生朋友幫幫忙 我在晴晴姐約會在小吃攤吃晚餐 也太吵雜了吧對不對 而且你不小心偷喵那個九處小姐 小心啊! 偷喵九處小姐,晴晴姐變成分手節 接下來公布第三名 第三名就是海邊 因為我們晴晴姐是2月14號 所以通常是天氣還蠻冷的時候 這時候去海邊有海風 風飛沙 女生要不是頭髮就亂七八糟跟我一樣 要不就是風飛沙打的臉很痛啊 聰明一點啊 雖然海邊是很浪漫 但不是這個季節時候去啊 接著公布第二名 第二名是高級餐廳 什麼? 高級餐廳居然是最雷的第二名 原因是 這個 我看到這女王有人回答 因為她們如果是剛戀愛不久 她講的是因為剛出 剛開始戀愛不久 有出事約會的地點 最好避開高級餐廳 你為什麼會跟女孩有壓力 你們吃個一套一千塊一千五百塊的餐 OK 但吃一套三千塊四千塊五千塊 女生會有壓力 因為我們才剛開始交往 你這樣子 你付出五千 我是不是要回等還你五千 這是因為女生心理的壓力問題 所以高級餐廳居然是第六名 接著最雷的第一名 來囉 大家注意喔 這第一名你我很容易犯了 我也會犯過喔 這最雷的第一名就是 男生或女生的家 對方家裡 幫幫忙啊 對啦 情人節 我們如果是老情人老戀人 去對方家是沒什麼 但情人節這一天 你用點心思 好好找個地方約會好不好 就知道老是在家裡約會 意圖太明顯了嘛 男生 那跟第十名的去那個企業旅館 不是一樣意思 好了 那情人節最雷的第一名 知道要懂得避開之後呢 其實我覺得最主要是雙方要溝通 有時候男生給驚喜 但是給不成變驚喜 所以我覺得也不用太多驚喜 你直接 如果是交往很久 就直接兩張溝通一下就可以了 尤其那個買禮物 十大禮物裡面 最雷的禮物就是沒這個 真皮包包 專櫃真皮包 很便宜啊 我賣的不到三千塊喔 在那個網路上 都比網路價還便宜喔 專櫃的真皮包包 有牌子的喔 至少是四千五千喔 如果喜歡的話可以視訊我 好的 那今天十大情人節最雷地點 就到此告一段囉 謝謝大家 下一期再跟大家講 十大最雷食物 拜拜